嗨大家好,我是Elaine 欢迎来到本期的每周360 so,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地则新闻BYD CEO海豹正式在大马发布 起步售价从马币179,800起 看到这个价格 你会选择海豹还是TESTA摸得去呢? 这一次海豹在大马 有两种不同的车型可选 后驱长续航版售价为马币179,800 最远续航可达到650公里 四驱性能版的售价则为是 马币199,800 最远续航可达到580公里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有惊喜吗? 比亚迪海豹采用了 比亚迪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打造 它整体的设计偏向流线型 加上比较肌肉感和低趴的造型 因此让它看起来充满活力及运动美感 另外海豹用上了为纯电车辆开发的 e-platform 3.0平台打造 而且新车采用了独家的CTB技术设计 不仅可以让车辆继续拥有更出色的空间表现 还可以容纳更大容量的电池 同时还包含了更高的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在NCAP的测试中获得了五星评级 整体的表现很不错哦 那这一次我国的两个车型 搭载的都是82.56kWh的电池组 不过入门版的是单电机后驱 最大马力308hp 峰值扭力360Nm 只需要5.9秒即可完成零百加速 而且有着长达650公里的续航 理论上充满电后你要从KL开去比较不是问题 另外性能版搭载前后共双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 有着523hp最大马力 670Nm峰值扭力 3.8秒破百的强劲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也是两百千里面 你能买到最大马力的新车了 那目前比亚迪海豹已经正式在我国开卖 售价分别是马币179800即199800起跳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价钱后 你是会选择买海豹还是买Tesla Model 3呢 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 第二则新闻 Mazda宣布不放弃Sky ActiveX引擎 并且会开放排气量更大的引擎 在2019年 Mazda在日本以及欧洲市场推出Sky ActiveX引擎 并且搭载在Mazda 3以及CX30上面 一开始这引擎在欧洲市场表现良好 但是日本市场以及中国市场则是不如预期 因此Sky ActiveX引擎早前就被传出因为销量不佳而被停产的传闻 不过近日Mazda在北美的高层就粉碎了这则传闻 因为据他所说 原厂未来会在北美市场推出自然进气引擎 混合动力引擎 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以及全新的三升Sky ActiveX引擎 以满足当地消费者对于动力的需求 因此也就是说Sky ActiveX不仅不会被抛弃 相反未来还会持续的发展下去 简单的和大家回顾一下Sky ActiveX引擎身上的黑科技 原厂在它身上采用了柴油引擎才会使用的压燃技术 而且为了抑制汽油引擎在压燃之后产生暴震 因此Mazda在这个引擎里面采用了创新双点火技术 另外为了提高雾化燃油以及空气的混合比 原厂也在引擎上面加入了一个机械增压器 不过这个机械增压并不涉及提升引擎的动力 那目前Sky ActiveX旗下仅有二升以及三升两种引擎而已 并且只搭载在一站Mazda 3、CS30以及CS60身上 如果原厂未来继续开发Sky ActiveX引擎的话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机会来到我国销售呢? 第三则新闻 Hunday集团2023年全球销量超过734万辆新车 仅次于Doyota集团及Worgan集团 本座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宝座 在早前Hunday集团就公布了旗下车款在2023年的销量 其中Hunday Kia以及Genesis三个在去年 全球一共售出超过734万辆新车 Hunday共售出超过421万多辆 而Kia则破纪录卖出了308万多辆新车 而这主要归功于他们旗下车款 在韩国、北美、欧洲及印度市场的出色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Hunday及Kia也分别成为韩国企业中营收第一名及第二名 首次超越了连续14年韩国公司营收入第一的Samsung Electronics 不得不说韩系车近年来的进步确实非常的快 尤其是他们的电动车布局都受到很多市场的喜爱 虽然今年的第一名第二名还是由Toyota和Worgan夺下 但是他们也要小心不要被韩系车超越咯 第四则新闻 Peugeot 208现身大马官网来自法国Bsegment Hatchback 或将在近期上市 在早前我们就在Peugeot Malaysia的官网上发现到第二代208的网页已经上线 而目前这款车是并没有在我国销售的 因此这一次的意外上线或许代表着这款车有可能会来到大马市场贩售 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代的208 这款车是基于PSS家族CMP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定位上属是Bsegment Hatchback 也就是说和Honda City Hatchback即得到Yaris同级 可以看到它的外观采用了Peugeot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像是抢眼的獠牙式LED日行灯 加上大嘴巴式样的水箱护照搭配日丽的LED头灯组 让人有一种它在张开血盆大口的感觉 气势真的非常的强 至于车侧部分则可以用可爱进去来形容 同样的圆设计感也一路延伸至车尾造型 而两侧的招牌施转LED尾灯组则有贯通整个尾门的黑色饰板相连 而加上保险杠下方的饶流器皮具运动气息 来到内装的部分 这款车采用了家族式的iCopit设计理念 可以看到它用上了十分酷炫的迷你方向盘 以及酷似飞机操控干的电子排档杆 而以大量的直线条和折角设计而成的仪表盘上面 还可以看到悬浮式的中控大荧幕 以及Pugeot近期招牌的悬浮式液晶仪表盘 并且中控台上的按键也大量简化 同时还可以看到强调运动化的碳纤维试板 整体内饰可以用科技感十足来形容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 虽然这款车在国外有着多种不同的引擎动力配置 不过预计在本地可能会使用和2008一样的引擎 也就是1.2升的三样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30匹马力 峰值扭力表现230牛米 不过匹配的是八速自排变速箱 另外另外官网上也有展示了纯电动版的E208 这款车最大的马力表现为134匹马力 峰值扭力表现为260牛米 搭载50kWh的电池组 可以支援最远续航400公里 最后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这款车会不会真正的在大马开卖 不过这款车现在其实有在 Selendis位于我国的Groom工厂生产 但是主要负责供应给出口市场 而既然都有在我国生产制造 因此这款车要上市的话 基本上是不难的 那大家觉得如果这款车真的上市的话 它会卖多少钱呢 你又不会给这个法国小狮子一个机会呢 我是Elene 本期的美洲360 就先到这里啦 最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